自当全高远,风云高 美斯在香港涉嫌所谓的失场大风暴 似乎他本人和他一起来的国际卖亚米 一点都不介意 再加上主办当局的Tagler 这本亚洲时尚和奢华消费杂志的总裁 开记者会,据报态度冰冷兼浪漫 去到日本,下集上演 美斯一道不但恢复正常 满面春风开记者会 而且选择主动接见一个日本东京著名首席南公关 什么叫南公关呢? 我们都知道,清靓白正,兼当然有整过肉 削过骨,整过棚牙,很帥 只不过是修身,肌肉发达 亦都是专门擅长厚舌的社交交际功夫 招呼日本上流贵妇和妇妇 这一个著名的南公关是日本当红 他的英文名叫做罗兰 美斯去到他又不见那树的DSC五幽状元 又不见日本首相岸田文豪 也不见日本的文化部大臣 独系是找日本的鸭仔大王首席的公关的天王来相见 这些就是再一次落你中国香港的面 正如鲁迅说的,横眉冷对千夫子,这是上一个罚 现在他到了,古首金为鱼子牛 这个南公关又名牛郎,这个名字是台湾那里传出来的 专门招呼那些妇妇,他竟然去见日本首席牛郎 就是横眉冷对鱼子牛 这些想象力和识见是中国香港特区那些自称港人士 那些中环土著精英家政务官杨润雄林郑那些人 投胎十次都不会有这样的想象力 他们不会明白,为什么你去日本见过这样的人 人家美斯就见给你看 而且你看一张照片,美斯对着牛郎的样子 反而变成了一个粉丝 是一种阴敬和阴敬 阴差大臣的阴什么阴,尊敬的敬 没想错,是一种仰慕和阴敬的精神 那个表情 很多人就不明白,但是日本人就明白 人家对于这场城市的安排,那个方式和文化 可以说跟中国香港特区完全不同 令到美斯去到贫治如归 然后你看看,我觉得最大的特征就是 人家日本扮演这场城市 是没有把所有的美光灯专注放在一个人那里 叫美斯 人家日本招呼的是成队的国际玛米球队 里面除了美斯还有蘇瓦雷斯和很多这些知名的球星 日本人是知道人情世故 不可以厚恥薄比 一比你就是当美斯是神的拜 过去一来好像皇帝出巡 另外那十个人你又冷落在一边 这个就是中国香港特区那些地方的人 是三十年来只是崇拜名牌 例如说到美国这些名校 他们只是认识哈佛耶路加MIT 其他的那些叫Columbia University 他都觉得是二流的 好了,英国就得牛津剑桥 那对于其他那些是完全自诸不理 或者一无所知 这种就叫名牌 选择性的他们觉得的顶尖名牌 的神话式的崇拜文化 就一样折射在美斯那里 他当美斯是那些Chanel和Gucci 一个美斯就是Gucci 碧涵就是Chanel 另外还有其他那些 在斯朗拿到Ferragamo 其他其实还有很多漂亮的东西 在意大利和法国 全部都下架 于是一整个这样的东西 是大失常态 别人去到日本就知道 放正的位置 是的,陶先生 今次的情况真的 我觉得情何以堪 兼夹难看 难看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你看到美斯 宁愿去会见一位 所谓的牛郎 或者叫南公关 也很明显是整个容 平时的言行举止 就很夸张浮夸 他都笑面迎人和他打招呼 而不去在球赛完毕之后 走去跟香港的特首李家超 握手和言笑甚欢 如果我把两个情景摆在一起 我只能够用一个客观的评述 就是 竟然在他眼中 牛郎的地位是高于香港的特首 这一点就不知道中国人 或者香港人如何评价 不过来说 我们不要小看罗兰 因为他是国际知名的日本人 因为他的身价 和他平时的性格言语 是很出位的 甚至近乎颠狂 但不要紧 我用一个英文字 叫Entertainning 就是具娱乐性 我们昨天也分析了 美斯可能不高兴的原因 就是香港的特区政府 可能作出太多的宣传和政治性的要求 可能冒犯了美斯和整个卖物国际 但我再深一想一想 其实美斯就算他是一个足球之神 球王 他也是人来的 人工作之余 都讲究一个轻松或者娱乐 在日本方面 虽然是他的老友 去organize 今次的公关表演活动 但是他的老友和他的安排 是很贴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考虑到州居勞顿 来到之后 不是去见官员 去什么啟德体育员 或者又要帮你去鸡鱼蛋 是安排你去一个party 类似 而见了什么人 就是罗兰这些人 你表面上 中国人的社会 觉得这些人 是没有地位 或者出来搵食 牛郎又怎样 但是不是 对于一些 对于行业比较好奇 或者是美斯 可能做了太久的公关活动的时候 他会见一个有趣的人 或者这个人 都在国际上 是有一个很特殊的形象 那这种呢 是很聪明的公关技巧 我们有些时候都忽略到 经常要人工作 做事 一付钱之后 就当自己是大爷一样 从来没有考虑到对象的心情 首先 所以你说日本人的考虑周全 我觉得 在这个地方是更加见到的 而特别一点还有什么呢 为什么不安排异性出来呢 一般中国人 这些party 就会安排女明星 或者社交名媛出来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美斯是一个好男人 他自小八岁就已经认识了他老婆 接着呢 就终身不娶的 如果不是他 那和他一家人 是很形象正面的 美斯也都 真是唐僧入定的 是从不过电的 所以日方 是完全不会安排女色 因为这个形象 对于美斯来说 他都不喜欢 所以他安排了一个牛郎罗兰 你不要以为 这是随便的安排 这个安排背后是计算很深的 这个就是日本人的精妙之处